现代启示录 过高 此话怎说呢 而作为北宋著名的 一代大儒 史学名家 司马光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为何处处 和王安石针锋相对 甚至司马光不惜花上 十七年就是要对一名乡下 女孩赶尽杀绝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请看资深记者王卫金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一天七岁的司马光 跟小伙伴在后揚玩耍 其中一个小孩爬到大缸上 失足掉到缸里 被水淹没 别的孩子看见都吓得跑开了 司马光却集中生智 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 使劲向水缸砸去 缸破了水涌出来 小孩得救 这个故事从宋史里面出来的 那宋史是元朝的宰相 托托所洗 司马光砸缸 究竟是基于史料的合理演绎 还是背离事实地胡乱编造呢 好在是司马光 这可是个出了名的大好人 小时候都知道杂纲救人 司马光当真如此坦荡光明吗 他是否有着顽固狭隘的暗黑面貌呢 福康公主究竟做了什么 招致司马光接连弹劾 而史事中的司马光 真如戏剧那般迂腐固执 古板偏激吗 司马光王安时 为何成了一生的政敌 司马光又为何 不齐花上十七年 就是要对一名弱女子赶尽杀绝 时间回到西元1026年 地点在河南光山 一个七岁小男孩 做出一机智举动 让他名闻天下 流传千古 当时所有人一轰而散 唯独司马光冷静地拿石头 急破大钢 将小孩救出来 七岁小孩聪明超灵 机智旧友 令人赞赏 不过这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 确实疑点重重 据宋史司马光列弹记载 光升七岁凛然如成人 按照古时 虚岁计算年龄的惯例 司马光当时应当最多六周岁 六周岁的小孩 放到现在 也就是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量身高 七岁小孩一般身高 多在110到120公分左右 即使古代孩童或许比较矮小 估计司马光砸破的钢 至少也得有一公尺高 只是宋代烧制得出 这么大的水缸吗 史料又是如何记载呢 宋史原文中记载 群儿细于亭 夜儿灯瓮足颠墨水中 中阶气去 光迟时机瓮破枝 水泵儿得活 这么看来 宋史描写 跌落水中的小孩 爬上的是瓮 并不是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宋史是出很多的问题的 有很多的地方都是 考证起来应该都不太准确 那宋史的一个来源呢 它是来自于这个 南宋的大学者朱熹 他的这个名书 那朱熹的材料 又是以至于北宋的一个师生 叫做士惠宏 根据北宋师生惠宏所著的 冷瞻夜话记载 故事大致如宋史的内容 不过司马光 砸得不是钢 而是翁 从外形上看 钢一般是体型较大 钢必成坡形 底部到钢口逐渐张开 而翁一般是大度 口比较小 翁必成一定弧度 在宋代烧制不出能装人的大水缸 这样的大水缸 要直到清代才普及到寻常百姓人家 而司马光砸缸的说法 最早出自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的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小孩子读了启蒙的书 觉得司马光砸缸这个比较压育 就把这个司马光砸缸这个东西 就变成教科书 把启蒙的书放上去 也别好记 尽管因为史料转载流传 将司马光砸破的瓮 变成了钢 但俗话说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司马光少年老臣的性格 可从史籍看出端倪 根据史料记载 司马光出生于官宦之家 家中世代在朝中担任要职 司马光也因此得到很好的教养 在小时候就展现了过人的才智 七岁能背诵左侍春秋并理解 因此被升为神童 长大之后司马光不负众望 高中近世时才二十岁而已喔 年纪轻轻就踏入仕途 然而近世极地 仕途不见得就能顺顺利利 但司马光能在短短两年 从一个地方小官升为朝官 与一位贵人的赏识与提息 优遮莫大关系 庞吉我们现在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 但是庞吉被写进这个包公案里面 变成了所谓的庞太师 庞太师是一个奸诈的角色 历史上真实的庞吉是一个正人君子 而且是非常公正令人钦佩的一个人 庞吉是司马光的恩师 也是司马光父亲的同事 而他的父亲过世后 庞吉将司马光视若挤出 不予一力栽培 他不断给司马光机会历练 而司马光也恰如其分地展现能力 所以当庞吉升任苏密使时 还推荐司马光出任管吉教刊 虽然皇帝没有答应 但等到庞吉当上宰相 就让司马光如愿以偿了 调回京城的司马光 担任的职务修起居住 同之建院 比起管阁学士更能接近皇帝 他的执掌要务除了记载皇帝言行 更要掌握愚情提供建言 身处在不杀大臣及严氏官的 北宋士大部乐园 司马光刚烈直见的官场舞台 就此拉开了帷幕 甘茂天下之大部委 司马光任职五年期间 前后上奏书一百七十余份 紧盯西下五子的宋仁宗 尽早立除解决祭祀问题 佳佑五年 西元一零六零年 司马光更将他的弹劾目标 锁定在了宋仁宗最疼爱的长女 福康公主 所以她接连上奏 论公主内宅状和正家杂日 以祖宗家法要求宋仁宗 必须借赐公主 目的无她 就是为了给天下做榜样 眼国公主 她其实嫁的对象并不是她想要的 然后只是就是宋仁宗之间 因为她觉得她必须要对她的母亲的家族有些交代 因为她母亲最后死去的时候 她在生前的时候 她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她的母亲 为了要让她母亲娘家的 也有一些发展 有些好处 所以她想到的各种的补偿的方式 没想到用了一个笨方法 就是把她最疼爱的女儿 嫁给这个母亲这一家的 然后嫁给一个才气不错的 也叫李伟的 可是李伟长得丑 所以就变成这公主并不喜欢 原来福康公主与内侍梁怀吉 夜间相对小酌 被在外窥视的父马母亲带着正着 引爆积怨一生的婆媳纠纷 回去的公主奔回皇宫 她夜寇宫门求见父亲宋仁宗 在这个事件上面历史是 其实是游戏 但是司马光反对的 不是公主本身这个人 而是公主在这个事件的时候 就是说违反法令 这个公主等于说做事不合逻辑 也违反了理智 司马光最重是理这个东西 理智不合 不管你天大的事我都反对 违反皇家体制之外 那个太监也不是正常的 这个逻辑上面一个正常的感情 在宋仁宗极力维护之下 内侍梁怀吉保住了性命 但被贬处 佳幼七年 七元1062年 公主与驸马李伟正式合理 后来有人评乱司马光是说 你最好不要做官 你还做学者一等一 所以后来司马光写自治通宪的时候 他大概游穿千古 可是司马光做官的时候 很多问题产生 不少学者如此评价 司马光写书立传更胜为官 因为他人品和文品严重分裂 而这点似乎可以从司马光 与正敌王安石的缠斗间 找到些蛛丝马迹 两人水火不容的激烈交锋 要从西元1067年 宋仁宗即位不久开始说起 刚满20岁的皇帝 怎么也无法理解 洋洋大宋竟会变得如此鸡贫鸡落 宋神宗先将目光锁定在了 大名鼎鼎的汉林学士司马光身上 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感言组称 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 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 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药 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人 明智 英武 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 却失之空洞抽象 都说家贫享贤妻 活难思良相 这时一位世人接战的 荒世大财进入了宋神宗事业 司马光跟王安石年轻时也 一度加号 西宁三年 西元1070年 王安石担任宰相瑞行变法 怎料王安石与司马光 友谊的小船不但说翻就翻 还彻底覆灭了 也有人说是司马光身受 儒家思想熏陶 无法接受新思想 新作法 更有人说 司马光是地主阶级 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反对新法 农民并不想要这个贷款 结果官员为了要表达他的业绩 因为这有业绩考量嘛 然后就鼓励农民去带 这场宋神宗时期的马王政争 于西宁三年 西元1070年 司马光自寝离京 暂时化下修纸服 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 引发所谓的新旧党争 王安石因为身体有病 屡次要求辞职 但宋神宗不许 到六月时 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 但是王安石悲痛欲绝 已经无法集中心神来处理正事 宋神宗这才让王安石 辞去相位 元丰八年 七月1085年 刚即位的宋哲宗年仅九岁 高太皇太后垂帘俯正下 司马光再度登上 仕途巅峰 摄政的高太皇太后 让司马光再次拜下 司马光重返政治舞台 全盘推翻心法之外 这次他更将矛头对准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女孩 宋仁宗明星年间 十三岁的登州女阿云父母双亡 被贪图聘礼的叔叔 卖给光棍伟大 这个很丑的一个男人 叫伟大 一点都不伟大 甚至可能就还会家暴他 会欺负他 所以他心里头非常的不满 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受到 这个男人的欺负 我被家暴了 然后他用这种方式去欺负他 他无处 无冤可生 他就心存反抗 所以他就拿刀子去砍 根据宋律规定 谋杀亲父是唯一死刑 既然阿云是伟阿大为过门的妻子 知县当然会判阿云死刑 不过登州知府许尊复查时 认为首校期间婚约无效 并以后果并不严重为由 建议只判有期徒刑 后来案件骤报朝廷 大理事认为 阿临是蓄意谋杀 理应死刑 这起谋杀未遂案 引发律赤之争 甚至卷入了新旧当真 官司打到宋神宗那边 皇帝让王安石跟司马光论断 王安石支持知府判处有期徒刑 但司马光却支持大理事判处死刑 于是朝中争论了一年之多 表面上是法律条文跟司法判决之战 实际上背后却是观念的冲突 最后宋神宗赦免阿云死罪 裁定为三十七年徒刑 据说没过多久 朝廷大赦天下 阿云被放回家 怎料本以为了结的阿云一案 却在司马光败相不久 又被翻出在意 他后来重新掌位 他觉得不对 这个事要做成一个榜样 给大家看法律榜样 有可能就把阿云给杀掉处死了 而这一天 司马光等了整整十七年 十七年后 司马光重新当宰相的时候 就在宋责中的这个初年的时候 他当宰相 他一直记得这件事 他就把阿云给抓过来 而且是立刻处斩 来实现他当时的一个想法 因为如果 在司马光的想法里面 如果不是这种 如果你是 你这就是谋杀亲夫 谋杀亲夫 你就要得到这样的处分 而不是放过 看哦 这就是那时候 如果计划 这些词 他们判断中心 对 bro 这一次 结果 这次 有点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